作为一名由众储蓄的志员 我们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客户 真的有很多连基本生活都很难保证的家庭 今年开办黄酒带的时候 有一个长山的户 它对爱人有点小毛病 没法干痛苦 家里可能就是一个劳动力 交流吧 感觉这个客户挺承认 通过村书记啊 村队长 还有我其他的同学的客户了解了一下 觉得他这个人说话还是比较靠谱 今年办的黄酒带款 这个是政府选而给贴系的 就是不用咱老百姓赠南利息 带款期间是三年 我个人的主观想法吧 还是想给大家把这个带款办一下 找到了我们主管行长 把这个家庭条件 就客户的一些信息 跟领导输入了一下 咱们都要顾虑 就是只要是咱们的客户 是本分勤劳的 是吧 信用比较良好 客户也确实是想贷款养牛 增加收入的 这个咱们就必须全力大多支持 客户感觉的有点意外 他家从来没带过货 别的金融机构没给他帮 把这两个出篮的话 这两头牛在一起 能达到四万多一点 作为一名邮政主义银行的员工 能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谢谢大家